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童子命 民间也有很多关于童子命的说法 传说是前世神仙身边的小童 因为种种原因投胎做了人 童子命的人都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身体虚弱多病 医生都有疾病缠身 第二婚姻极不顺利 异性缘很弯 但是很难找到动心的人 第三就是寿命不长 即便能活过十八 四十八岁前也有大坎坷 多为车祸突发性疾病等等 第四这种命格的人绝大多数长得很漂亮 第五性格孤必爱干净 财运方面绝大多数是不错的 童子命指的是命中带有童子煞的人 怎么根据八字判断是否犯了童子煞呢 命理上有一个口诀 春秋银子贵 东夏某未成 金木马某河 水火鸡犬多 土命逢成事 童子定不错 按照民间传说 童子命的人是 全事福报用尽 所以真身多坎坷 但是并不是带有童子煞的人 都是童子命 绝大多数人是假童子命 无需化解 真童子命的人应该怎么化解呢 第一送替身 一般童子命的人需要送替身 送个替身后 厄运就会解除了 送替身的行为一定要在道观进行 送完替身后三个月内运势肯定能够好转 第二就是请福 福祂有正福协福之分 政府能够综合同子命的煞气 要命运气好转 协福则绝对不能请 最终会对命运造成伤害 第三风水化解 风水上化解也是常用的手段 可以请专门的师傅 测算一下最适合自己的方向 自己适合佩戴的饰品 能够增加命组的运气 要命组喝得好运 第四就是多做好事 增加福报 值得一提的是童子命 这一说法源自道家 八字中 怎能看出童子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